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两类人不要喝 秋天气温变冷 同时又很干燥 所以是适合喝汤汤水水的季节 不管是水果汤 羊肉汤还是乌鸡汤 杂粮粥 总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 咱们中国人对于猪蹄 鸡爪的这类下水有着特殊的喜好 不过坦白的说猪蹄并不是最健康的食物选择 虽然猪蹄的蛋白质达到22%左右 比瘦猪肉还要狗 但猪蹄中的这种胶原蛋白并不容易被吸收 更难以起到所谓的美容功效 再有猪蹄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不太适合高血脂人群经常吃 虽然猪蹄本身健康程度不高 但作为咱们老百姓喜欢的食物之一 适量吃一些还是可以的 当猪蹄与不同食物搭配炖煮 也会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一 炖煮蹄食佳一些 南瓜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这时候适量的吃血 热乎乎的南瓜 食疗的效果也特别好 南瓜 性温味干 有润肺化痰 意气通练的功效 炖猪蹄时加入南瓜 汤的颜色和味道会别有一番风味 二 炖猪蹄时加一些 木瓜木瓜性味酸 温 酸能走进 由乳干 粉疏筋活络 一筋活血 缓解静团 西医学研究发现 木瓜中含有黄酮类 维生素C90酸的 具有缓解四肢肌肉静团的作用 三 炖猪蹄时加一些 冬瓜和前面提到的木瓜 南瓜相比 冬瓜的含水量更高一些 冬瓜的含水量在蔬菜中遥遥领先 高达96% 而且冬瓜含有饼醇二酸 能有效控制体内的糖类转化胃脂肪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猪蹄里的油脂 防止体内脂肪堆积 对防止高血压 动脉周量硬化 减肥又良好的效果 最后再和大家说说 再两种情 况下不建议您吃炖猪蹄 一 五五七女性不宜过多吃猪蹄 很多女性产后乳脂分泌量不足 喝一些木瓜猪蹄汤 确实可以帮助产奶 但要控制数量 毕竟猪蹄的脂肪含量很高 喝多了容易导致乳腺堵塞 并导致身体积攒过多的脂肪 二 痛风患者不宜过多吃猪蹄 每一百颗猪蹄的漂亮含量超过一百五十毫克 属于高下令食物 痛风患者吃过之后很容易发病 在病情控制比较好时 可以适当吃低口解馋 但也要注意数量和频率 各位朋友 你喜欢吃猪蹄吗 你觉得猪蹄怎么烹饪最美味呢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入筠哪里 入筠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